三十件日本老师傅都在用的五金工具 有一件危险时能救命 第三十名 第二十九名 家里真的都应该准备几个这样的 纯铜快速插拔接线器 以后家里接灯接线都不用产胶带了 把线插进去快速压紧 比电弓接的都好 绝缘耐高温耐腐蚀 线路有问题检修的时候 还可以快速断开 第二十八名 可以给家里的手电钻 安装一个网副锯头 当电锯来用 大扯锯条可以锯木头 直线曲线都能切换上 小扯锯条就能切金属 这功能竟然把卖锯的看哭了 第二十七名 第二十六名 真没想到有这种不锈钢的小滑轮 在低处往高处拉东西 使用这个滑轮非常轻松 而且有这种双头的单头的 家里一定要备一个很有用 价格还不贵 第二十五名 这个是家家都能用到的底盒固定器 底盒螺丝坏了就可以用它修理 把它放进去 用扳手拧紧就能固定 再装上面板 拧上螺丝 固定好比原来的还要结实 真的是太实用了 第二十四名 这里的门窗可以安装这种自动回弹式的插销 安装非常简单 像这样用四颗螺丝就可以固定 搬动插箱就可以开锁 关门自动锁定 第二十三名 家里的柜子门关不仅关不严 就可以安装一套门锡卡扣 平时不影响正常开盒 轻推柜门就能锁定 第二十二名 以后圆管方拐十字链接 就用这个U型卡扣就可以 操作十分的简单 拧紧螺丝非常的牢固 搭个棚子做个梯子都非常的实用 不用了直接拆掉也不浪费材料 第二十一名 这个小型的火台前要是有一个 平时做手工的时候就方便了 你看就把它夹到桌子上就行 平时用它来做手工焊接 或者维修精密仪器都可以用它来加持 非常的稳 第二十名 现在用方管大盆子大架子都不用焊接 就用这种不锈钢式的连接键 把管子插好 拧紧顶丝就固定完成 而且型号非常多 两通三通 四通五通 十字通可以组合使用 第十九名 家里推拉门退不动了 先不要急着换门 我们只需换一个 这种通用的不锈钢滑轮 就可以了 更换非常简单 松开旧的螺丝 取下坏了的滑轮 然后原位置装上这个新的滑轮 这样门就诱惑新的一样滑动顺畅 第十八名 第十七名 每个家庭都应该被一套这样的电动螺丝刀 既可以电动也可以手动 拧紧螺丝会自动刷屏 不用担心挂花螺丝 配有18种型号的合金劈头 不管是水电家具安装 还是数码家电维修 都能轻松搞定 还带有两个2.0和2.5的钻头 在木板上装个小孔也没问题 换上转换杆 还能安装六脚套筒 家里的大火小火都能用得上 USB的充电接口是用于各种充电器 真的很划算 第十五名 第十五名 看到没 现在接灯接线都不用缠胶带了 可以使用这个防水焊锡环 直接把它套在导线上 只要用火机烤一烤 两边的防水环就可以收缩防水 中间的焊锡环就可融化于导线焊接 接出来的线非常结实牢固 不需接 特别整齐 能做到绝缘 阻燃 防水 那些导电性特别好 家里备用点都能用到 第十三名 很多人都不知道还有这种防杂防滑手套 佩戴戴舒适柔软有弹力 防杂防冲击 耐磨耐用 物体搬运 机械维修 搞建筑搞工地的都可以使用 非常不错 第十二名 这是国产的方孔钻头 打方孔可以不用木工凿子了 电动方孔凿子打孔速度快 工作效率高 第十一名 手电钻又有了新用法 只需把这种电动拉宝箱转拉头 加持在你的手电钻上 你就不用买什么锚钉箱了 就像你的手电钻了 就能变成电动拉宝箱一样 某些固定的东西 非常的方便快捷 第十名 以前经常听到磨剪子 磨菜刀的吆喝声 现在也不知道咋的也听不到了 还是自己弄一台电动砂轮机吧 有电就能磨 可以同时按两种磨片 一个粗磨 一个细磨 磨刀再也不用求别人了 第九名 这可能就是您一直想找的 S3合金刚才小金蛇镀钝钛十字匹 令人瞠目结舌的打螺丝速度 各种手电钻 电动螺丝刀 气动风批 起子机 有了它就能轻松打螺丝 精致的外观 制针的品质 用过它的人都会发自内心的认准它 第八名 第七名 在比较薄的方管铁板上固定东西 可以使用这种花瓣形的膨胀螺丝 拧紧螺丝就会膨胀固定 张开就像花瓣一样 拆下螺丝 放上配件 再拧紧螺丝 这样固定就非常结实 很方便 第六名 家里面各种设备 需要润滑的就可以使用它 它不是机油 润滑的同时还能防锈 弯嘴的设计可以深入到锁孔 门笔里面 每个地方滴两滴 可以轻松使用好几年 第五名 以后出门维修打孔 不用带电锤了 这是新研发的歪头偏心钻头 把它装在手电钻上 就可以打孔上螺丝了 它可以钻各种全磁磁砖 又能钻多种铁器 还能在红砖墙上打孔 酸的陶磁玻璃也是轻轻松松 它可以一直多打 打孔迅速还圆润 混凝土上打孔也是毫无压力 一款多功能的歪头偏心钻 第四名 这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魔术扳手 普通扳手拆卸螺丝需要反复调整大小 而且必须找到合适的角度 这把万能扳手无需调节 直接加紧就可以拆卸 各种型号的螺丝都可以 原螺丝和圆管都可以轻松拆卸 第三名 以后切割瓷砖再也不需要带这些工具了 只需要带上这款乌钢瓷砖化线笔 不管是墙砖还是地砖都可以切割 笔尖采用硬质乌钢打造 锋利耐磨 使用寿命长 切割 化线 做标记都可以使用 第二名 手电钻又有了新用法 只需把这种电动拉锚枪转换头 加持在你的手电钻上 你就不用买什么锚钉枪了 这样你的手电钻就能变成电动拉锚枪一样 锚接固定的东西 非常的方便快捷 第一名 你有用过这种可调节窗口的水平仪吗 不用担心断线断点问题 金属底座旋转打线更精准 光线粗细可以长按按钮调节 点击红色按钮开启暴闪模式 打斜线也是轻轻松松 不仅可以装支架贴墙打线 还可以使用三角支架 遥控远长打线也不在话下 真是一款好用又实惠的水平仪